你以为力大如牛的李逵是水浒中力气最大的人吗 其实他只能排倒数 第九 晴天助任员 他是一位相扑高手 并不是摔跤高手 再加上援助介绍他身长一丈 绑大腰圆 而体重也高达300斤 能达到这样的体型的人 不管身上是肌肉还是肥肉 力量必定高于普通人 他还曾在泰安州东月庙百下擂台 并且在两年时间内都没有拜计 因此他感觉自己就是相扑界的独孤求败 还口出狂言 相扑世间无对手 争交天下我为逵 之后竟被燕青打败了 而燕青基本上使用的都是巧劲 因为正面对打完全不是任缘的对手 从这几个点可以看出他的力气是非常大的 第八 显道神 玉宝寺 应该非常多的读者并不知道他是谁 但他的实力却不容小觑 他原本是个贼寇 因身高一丈 腰阔数为还力大无穷 后被宋江看上 而在梁山大聚义时 宋江让他担任掌管监造诸事的头领 负责扛帅字大旗 而他不管是在狂风暴雨时 还是刀剑林立时 他都可以牢牢地扛着梁山的大旗 堪称定海神针 后在讨伐天虎时 他身中两剑 但还是牢牢地扛着大旗 拥有这种力气和意志 物此排第八 第七 霹雳火勤鸣 他是梁山武虎将之一 所使用的兵器是狼牙棒 而从他的兵器来看 他是一个典型的力量型武将 还喜欢用力量去压制对手 如果力量不大的话 那狼牙棒该兵器就根本没作用 因为他不能刺砍劈 他还能够十回合砸飞助龙 并且喜欢正面与对手对抗 不喜欢对手使用计策 也不喜欢对对手使用暗器 他恨不得你一拳我一拳的回合制打法 因此他的爆发力更胜于林冲 还接近关圣 第六 铁牛李奎 他是典型的蛮力选手 因为用尽是不需要任何技巧的 基本上就是硬砸 狠过 猛批 他除了黑旋风之名外 还有个绰号为铁牛 我们从这个绰号 也可以感受到他身负神力 而铁的意思就是指李奎 皮操肉后防御力高 牛的意思就是李奎力气大 脾气倔 在大胜高堂州时 李奎只用三拳就能把尹天熙捶死了 而他的武器跟秦明的狼牙棒相比 由于李奎的兵器是板斧 短兵器又没有杠杆原理来加成 因此更需要李奎有强大的力量支撑 第五 宝光如来 邓元爵 他是方辣麾下的一名猛将 绰号为宝光如来 而他是翻版鲁之身的 并且他的外表 体型 兵器 基本上都和鲁之身一模一样 并且他手里的兵器高达52斤 就比鲁之身的兵器轻了10斤而已 别看就少了10斤 只要战斗的时间长了 全身也一定会酸麻的 最主要的是 他能正面与鲁之身硬汉 甚至一点都没有在下风 而鲁之身的力量是毋庸置疑的 并且邓元爵竟然能50回合打平鲁之身 因此可以看出 他的力量比鲁之身差不了太多 第四 大刀官胜 他是梁山武虎将之首 众所周知 官胜的力量和爆发力明显比秦明更强 而元柱并没有明确提到秦明狼牙棒有多重 但是提到了官胜武器的重量 他的青龙燕月刀重达81斤 并且达到这个重量 他还能把手里的青龙燕月刀挥舞自如 而他的武器在水浒传里面 分量应该是最重的 既然是最重的 那为什么官胜只能排第五呢 因为从水浒传里面看官胜的战绩 其实他跟关羽的短板是一样 就是耐力不够 他主要打的就是高强度爆发 所以坚持不到10刀以上 只有在10刀之内才是官胜的强势棋 第三 行者武松 他的力量是非常强悍 堪称陆地金刚 而武松锦阳刚打虎这个事迹 想必大家也都很熟悉 老虎乃是百兽之王 体型巨大 皮糙肉厚 以常人的力量是很难将其制服的 但是武松却硬是一拳一拳将猛虎打死 而且还是在喝醉酒的状态下 可见他的力气有多大 并且原文中还不止一次提到 他有千金之力 比如在最大蒋门神之前 武松在十恩斧上展现过一次极限力量 当时他腰间一沉 右手一提 便将一个四五百斤的石吨轻松举过头顶 按照物理学的相关知识 可以把这么重的石头举起 至少需要他的两倍重量以上的力气 第二 拖塌天王 摇盖 提到他 大家肯定先会想到他的身份 那就是梁山第二任债主 但是大家往往都忽略了他的武艺和力量 实话说 他的实力是非常的强的 只凭武力 十个无用加起来都不是他的对手 他还有一个绰号 就是拖塌天王 至于这个绰号怎么来的 那就是他拖着一座青石宝塔 从一个村走到另外一个村 而这座青石宝塔 怎么说也得四五百斤重 说明他不仅力气大 内力更是浑厚 而耐力也是十足的 因此可以说 他的力量强于武松 第一 陆地金刚鲁之身 说起梁山好汉鲁之身 想必大家都应该非常了解他的故事 比如倒拔垂扬柳 拳打正关西等 就是他刚到五台山的时候 不懂规矩 偷偷跑下山去喝酒 在喝醉的状态下 做了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事 就是倒拔垂扬柳 而柳树大家都见过 根系十分发达 有些达到地下三四米左右 甚至更深 别的不提 就说倒拔垂扬柳这件事 梁山中根本找不到第二人 由此可见 鲁之身排在第一 实至名归